一个是屏幕县的这位太太 她不满邻居拿盆栽占了道路 结果呢两边曾经又吵了又打了 结果这个女的咽不下这口气 竟然在邻居住的地方啊 旁边的巷道就给她摆一个棺木啊 摆骨灰坛啊 把邻居给吓坏了 一状告上法院 法官觉得说这个女的是触人眉头啊 造成对方精神上的压力 所以判精神喂抚金要赔十万块钱 看着监视器画面 邻居偷偷的巷道放一具棺木 甚至还在旁边摆了骨灰坛 邱小姐回想起来还是浑身发毛 她看四下无人呢就呢 找人帮忙呢排棺木过来 我们邻居看到 包括我现场看到都十分的惶恐 因为邱小姐的道路放盆栽占地 影响道路通行 邻居不满 结果双方发生口角肢体通突 没想到之后 对方竟然在邱小姐住处旁 放棺木和骨灰坛吓人泄愤 因为当时正值过年期间 邱小姐气坏了 觉得被触眉头 一转告上法院 法官以邻居的行为 造成邱小姐精神压力 盼赔十万元 不过现在邻居 竟然将棺木改放在自家后院 邱小姐没辙 不过还是饱受精神折磨 不知该用什么方法 阻止邻居别再吓人了 终于希望张冲晃月发频道报道